巴西摄影师Sebastia Ribeiro Sampato拍摄过很多著名的照片 在业界很有威望 很多人不知道 他同时还是一个环境修复项目的进行者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他跟妻子共同种植数百万棵树 让一片荒地恢复了生机 Sebastia的故事要从1998年说起 当时他刚刚结束一个让人心情低落的摄影项目 迫切想要回到家乡疗愈心情 在他的记忆里 家乡的农场被大片森林覆盖 动物们来来去去 生机勃勃 但他回去后才发现 原本的森林不见了 只有约0.5%的土地上还有树木 Sebastia新灰意冷 妻子Lillia的Louis Wanek-Sagato鼓励他 森林可以重生 夫妻两人创立非营利组织Instituto Terra 开始慢慢种树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 那片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曾经的荒山已经变成一 754英亩热带雨林了 如今那片雨林中有数百种植物 293种树木172种鸟类33种哺乳动物 还有15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这些动物的总数越来越少 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不见 却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因为这片雨林 当地的生态系统和气候也改善了 Sebastia非常开心家乡变回了自己记忆中的模样 未来它还会继续种树 让这片土地复活的同时 自己也能重获新生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 两棟 中共 有 filter 是 confirm 因为